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在南站将我们的展示中心已经上路 目前申请的计划我现在手边所拿到的 针对于光阳的电动机车的申请数 目前一共有29台 然后针对于中华汽车的部分 目前有一台 感觉执行率目前来看 能够有待 人有待提升 我们现在针对这些相关的反馈 我们也要求厂商要来继续的进行降价 厂商目前也有一些相关的回应 那然后我可以跟议会大家来共同的来就教讨论 不过提供青年朋友 这个免费的电动机车 然后请他们缴月费 或者是用公益的方法来减轻大家的负担 这一点还是我们公益青年电动机车 目前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核心主轴 未来仍然会继续推动 而市议员则是要求市长放过基层的民政能源 不要让他们因为要推动电动机车申请案 而加重他们的负担 电动机车这个政策 从10月2号开始到现在 目前只有30个人来申请 但是就我所知道 所有的区公所都为了这个政策的绩效 疲于奔命 他们还要通报很多的 我们的基层的建设改善 他们要配合我们关心市民 还要配合办理很多的活动 这么多的事情之下 他们居然还要去做这个业绩的压力 去到处去推销 那我们的公务人员的健康 还有我们这些工作的被排挤的这些效能 其实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下去 他们就是我们公务人员的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的财产 那为什么市长可以这样子 浪费他们的这个 浪费我们的公帑 你讲是服务啦 但是我感觉就是在协助业者做销售啦 我们必须要讲 业者是在基隆市赚钱的哦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是由我们理干事 来协助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合理 说实在 理干事在年底 他现在有多少工作 你知道吗 我讲哪怕 如果每天还要派一个理干事 在那边执勤 来协助业者销售的话 我觉得 这会给我们基层的人力 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在这边 等一下是不是可以请市长 就答应我们 现在开始 该销售 该做的就是业者 他去做的事情 请不要再把我们的基层 人力拿去做 他们不应该做的工作 对于议员的质询建议 市长谢国良背询时表示 当初以为申请电动机车的民众 会像洪水般的过来 所以才会布局很多驱公所的人力 不过现在申请速度没有这么快 因此市长在议事厅 当场指示民政处长张渊祥 可以做一些调整 让民政系统人员放松一点 做正常的业务 不要让大家累到了 电动机车 因为跟那个华家医院 包括那时候是以为会有 这洪水般的很多人来申请 所以我们是布局了 很多这个驱公所的人力 准备要来协助 因为我们不想说 在这个申请上面 给大家有言误 不过看起来 现在申请的速度不是那么快 所以一方面我们会 检讨这个条件 那这个Emoving 有承诺我们要降价 那我们希望尽快 把方案拿出来继续落实 那这个我们会请民政系统 如果有工作的这个负担过重 因为现在申请的 键数到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负荷量这么大 那大家就可以放松一点 正常的去做一些一般业务 以及接受这个电动机车 青年电动机车的一个申请等等 那这一点 感谢您给我们的民政系统的提醒 也不要让大家累到了 记者吴俊松 基隆市环保局特别举办清洁队员表扬活动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表扬优良清洁队员 期许大家一起努力 让基隆城市景观变得更干净 很感谢我们清洁队员的同仁 弟兄姐妹在这个年度以来 对我们基隆环境的一个大力的帮忙 跟环境的一个打扫 跟环境的维持 我先深深的预举功 谢谢我们各位清洁队员 弟兄姐妹谢谢你们 清洁队员表扬大会上市长谢国良上台致辞 先深深一举功 对着在场500多位清洁队员表达深深的感谢 我认为只要我们的市民朋友 有一个好的家园干净环境的一个规范跟认知 在座的清洁队员同仁弟兄姐妹 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不要去打扫一些不必要的环境脏乱 而可以专注在把我们的家园环境弄得更好 谈到商人后 全力推动干净家园 除了需要市民配合 过程中全仰赖清洁队员付出 谢统市自从提高检举奖金之后 其他县市也跟进 更获得直下市认同 推动了我们的处罚 罚金要提高75%的奖金 要归到检举人手上 包括台北在8月份 还有台中在9月份 都陆续把他们的罚金也提高了 台中的议会甚至还有提到说 你看基隆都提升了 那我们要不要也考虑 所以表示我们对于干净环境 这样的政策是创先驱 而且是获得直辖市的认同 这一天我们也给自己一个热烈的鼓励 好不好 这场表达大会 除了颁奖给优良队员 自证奖牌和礼卷 也邀请热心的企业机构一起参与 感谢他们长期捐赠 本市资源回收个体业者 赤福期盼和民间一起努力 让基隆城市变得更干净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连恩典发现 暖暖区地内15号公园 有一处潜藏的天坑危机 怎么回事呢 一块来看看 基隆市议员连恩典拿着木棍往下插 发现原来是龙门大排水沟的沟底 破了一个长大约4公尺 宽2公尺 深大约1.8公尺的一个大洞 也造成沟壁和沟顶连带破裂 造成地面上的凹陷 暖暖区地内15号公园 近两年来某个地方的地面 总是凹陷下去 又补补了之后又凹陷下去 基隆市议员连恩典发现 这种潜藏天坑危机的情况不寻常 因此会同基隆市政府公务处 河川水利科科长等人 一起到公园地底下的龙门大排水沟 寻找原因果然发现 原来是大排破裂冷的祸 发现问题后市政府公务处 河川水利科也答应市议员连恩典 将在今年年底前修复龙门大排的破裂点 避免发生地面下陷等更大的问题 而龙门大排水沟就是从地内山上龙门谷 沿着台北大镇社区一路往下到15号公园 位在地底下的大排水沟 记者运松吉隆报导 基隆社区大学与部落大学首次携手合作 举办原住民特色风味餐设计工作方 邀请到黄丽梅老师带领学员上山采集野菜 并进行料理 最后还来个食神PK赛 秀出学习成果 猜猜看这是炒什么呢 答案是蝸牛 口感新鲜弹牙 不只是法国的经典料理 更是原住民长老口中的好味道 在这一场原名PK食神赛中 学员们各展身手 将从业外采集回来的食材精心处理 不只展现课堂中所学 更要掳获评审老师的味蕾 从山上采回来的芦苇芯与肉丝一起拌炒 香味四溢 芦苇芯炒猪肉 炒肉丝 还有路上遇见茄冬树 取其最鲜嫩的叶子 入锅炖鸡汤好美味 冬天到了喝点茄冬蒜头鸡 而且那里上面有个很大颗的茄冬树 所以我们想说就利用这个机会 把它拿来熬出来给大家喝喝看 这个其实对小孩或者是生长其实很好 还有这新鲜的马告成为特调饮品 有满满的儿时回忆 我自己本身是一半阿美一半太陽 那我妈妈有告诉我 她在小时候她的阿公去山上 下来的时候她就会带着马告 然后加姜跟加盐巴 这样泡水当饮料喝 那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 呈现起后 记忆传承跟味道的一个传承 学员们的一个互动 讨论每一组的食材一个设计 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呈现 不管是哪一种身份 进入这原住民特色风味餐设计工作坊 大家都变成了家人 金融市学习型城市计划加深加广 工作坊的成立意义非凡 金融的原住民的文化 其实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就试着思考能不能够从野菜的采集认识 到整个行动野菜的行动教室 那进而到包括摆盘料理创意创意 不只美食还有编织工艺 一步一步教一步一步教之后 他们每个人的花色都很漂亮 就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作品让老师称赞不已 原来学员们各个是高手 透过学习型城市的计划 那我们社区大学还有部落大学 第一次携手合作 我们针对原住民的传统 然后记忆 然后做一个包春 那把它就是更多元化的一个呈现 那整个系列的课程非常丰富 有我们的编织 我们支部的体验 那也有我们的野菜采集 那今天更是我们食神大料理的比赛 那非常希望这次计划 可以再继续延续下去 希望继续延续此计划 让更多对原民文化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加入行列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基隆大牛愁山河居 二代青农 雀孝醇 在家乡举办马林野餐音乐会 邀请到民众 西家代镇的深入认识马林 品尝在地农村美食 传统乐器在台上敲击 民众西家代镇 铺上野餐店 席地而坐 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 用树莓 山药 绿竹笋当成内馅的马宝梢 还有包入绿竹笋当成内馅的竹笋包 让小朋友一口接着一口爱不释手 有没有竹笋 有 你看看 这里面都是满满的绿竹笋 那我们跟落包 炒在一起真的味道很好 跟一般的包子不太一样 不一样 这是我们特地研究出来的 我觉得有我们的绿竹笋 可以融入在包子里面 但是它的口味是新鲜 而且又有脆度 众多摊味的美食 绿竹笋 法式 蔬菜丼 加入马林当地食材 清爽又营养 而用米饭加入树莓山药 做成的竹箱稻荷 和山药树莓稻荷 最受到民众喜爱 我吃了这个寿司 还有那个类似 那个秋葵果冻 秋葵果冻 然后还有那个鸡蛋糕 这边很多美食 我们里面就是用豆皮 然后里面是用树莓去做这个饭 然后再加上山药跟那个牛棒汁 对 这个是山药 这场由二代青农向农业部 提出的青年回流计划 在弃毒马林地区举办野餐音乐会 邀请了马林在地的青农 社区发展协会 分享美食 手作文创 邀请民众一起体验 它造基底 就是用一些鲜花肝脏花去成叠 来放那个花草 我们买了永生花 让大家学你爱的东西 再铺一层 那这个是非常新肤 而且是合肤我们的肤质的 因为我们马林最主要就是竹笋 山药跟树莓 然后还有蜂蜜 然后其实各农友们他们真的蛮辛苦的 然后商品一直推广不出去 那今年的陆陆续就是所有的年轻人都一起回来加入 所有的商品也越来越多样化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把 怎么把在地的食材 然后让它更有创意的去变化 农村的外移其实非常严重 那农村的子弟要留下来其实非常的不多 透过活动的这样的方式啊 其实它可以发展我们自己特有的很多的特色 就是说不管在料理方面 或是说一些创意啊 什么文青之类的 其实都可以 就看自己我们年轻人想要做哪一块 其实它是可以做一个多元化的发展 就依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 青年朋友的部分 我们有鼓励青年朋友回游农村 就是我们先支持他们 有几年的计划照他们的理想的计划去执行 那我们看到整个基隆的一个农村社区 有产业有小农的市集 我们都一直在协助他们在做这种 小型的市集的一个展售 然后让他们能够站稳脚步 来发展他们的社区的产业 包括议长同志伟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曾一芳 郑文亭 张耿辉 及超望连 都出席活动 大力推销七堵的农特产品 我们刚刚来到这边吃了马铃三宝 有绿竹笋做出来的 包含我们的饭团 也有包含我们这个类似鸡蛋糕 把我们的特色展现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马东 马铃他们农村青年 还有我们在地的人 展现出来的一个文创的一个优势 我们接下来希望金融市政府 可以发展更多 传说我们基隆有三针海味 基隆的海产大家都知道 山就在我们的马铃 马东我们出产绿竹笋 七堵区它的山区非常的多 那也希望说我们这个蔡芬组长 能够重视我们七堵区 我们都知道大自然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那今天我在很多谈委看到说 我们在地的资源 在地的活化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怎么样鼓励 就是我们青年回乡 来注入在这个这块土地 继续的回馈这块土地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也要有所谓的这些 经费的来源 那怎么样去行销出去 把七堵的美好 推动出去我觉得也需要 我们公部门这边的一个协助 马林的农业休闲园区 发展到今天 我们应该转型升级 成为一个所谓的观光的一个农业 那观光农业也可以透过科技的方式 让它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 那尤其是观光建设 以及观光设备 观光预算的一个争取 才是促使马林农业园区的一个转型跟升级的一个契机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马林地区的这个在地青年有新的发展可能性 那也让他们可以从外地回来到马林 继续投入家乡的一个建设跟发展 那我想如果能够这样子坐下去的话 马林未来就会充满想象 而且会让许多人都有期待 音乐会结合了马林山区好山好水 在美食和手座体验活动中 让出席的游客感受到马林风情 吃到马林独特的好味道 记者黄绍明就用报导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肺炎炼球菌 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携带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炼球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对不起 妈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银行教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哦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 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口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得哦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 GO 最终来自一次钥匙否定参拜 感受罚喜 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民国九十七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金星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由宏运国际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和台湾索诺瓦 有限公司 共同促成听见爱 希望工程活动 捐赠了40台价值超过 300万元的助听器 给基农市政府 由宏运国际贸易股份 有限公司和台湾索诺瓦 有限公司 共同促成听见爱 希望工程活动 捐赠40台总价值超过 300万元的助听器 给基农市政府 由市政府社会处副处长 盛惠中代表收下 我们知道天地上 如果一旦有问题 其实在工作上 在社交上 其实都会造成很大的困难 障碍 刚刚政府长也提到 城市有爱 然后也提供他们 但能力上市无碍的 我们非常认同这样的理念 所以这次来捐赠这个 这也是我们长期的计划 当然希望 只要基农市政府这边 持续有这样的需要 当然我们会持续地做这样 更多有听选的人 可以得到照顾的工作 我们其实基农市 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那我们就先 就是透过这40台助听器 那让听选者可以听得好 然后他对于他们的生活 整体也都是带来有效益的这样 社会处副处长盛惠中 也代表基农市长 谢国良回赠感谢牌 感谢这两家公司 帮助基农市中低收获 低收入户听障朋友们 这项善举 这一次我们主要的对象 也是针对我们基农市 领友身障证明的这些 经济上面比较有困难的 包括我们的中低收入户 以及低收入户 那目前的话 我们中低收入户有 1106人 然后低收的话 有308人 所以这总共加起来 有1414人 那非常开心 那这些 生障者都有福了 社会处指出 这40台助听器 将由基农市 辅育资源中心转介后 由红运公司通知民众 到红运公司门市 进行听力检查 检测符合资格者 当场提供民众助听器 而领友基农市 身心障碍证明的 中低收获 低收生障朋友 都可以在民国113年12月31号前 拨打基农市辅具资源中心 专线电话24696966洽询 记者吴俊松 基农报导 台湾有一间投雇公司 捐赠了富康巴士 给基农市政府 董事长蔡彰黄 曾经发愿 要捐给六都十六县市 各一辆顶级的富康巴士 协助生障朋友 外出更便利 打开后车厢 升降梯缓缓降落 富康巴士内设备完善 宽敞空间 可以容纳两台轮椅 这个对于高倍 就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颈部完全的瘫痪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投靠 可能会更高 所以只有这一款式的车 能够载这个高倍轮椅的朋友 这是非常宝贵而需要的 社会处长杨玉昕亲自体验 这台高顶富康巴士 正式捐赠给基农市政府 未来将服务生障朋友 富康巴士基本上是要 帮助这一些身心障碍者 或者有说说话是轮椅组为主 但是轮椅组有分 有分低倍轮椅跟高倍轮椅 这中间的一个落差 大概就十几公分以上 所以为什么要捐这个 顶规浮丝的一个高顶巴士 就是你除了可以让这个 高倍轮椅的一些身心障碍同胞 你不用再委屈低于 这一个平顶的 就是一般这一个 所谓平顶的富康巴士之外 其实你陪同的一个家人 也可以从后面 直接不用弯着身子 直接就这样子进去 所以基本上这个顶规的一个规格 是跟救护车的规格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情况 我就希望 不管台湾是本岛还是里岛 其实我都是捐这个 高顶的一个富康巴士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做最好的一个社会的 一个所谓的感受 市长谢果良 亲自颁发感谢状 肯定企业关怀弱势 捐赠者蔡彰皇董事长 长期关心身障议题 历经一次火灾 实力逃生 发愿捐赠六都十六县市 高顶富康巴士 并决定加码提供十万元专款 用于富康巴士营运费用 五年前我在火场 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 结果后面我就顺风顺水 也就在三年多前 我就发愿要用最快的时间 捐赠全台湾各地 六都十六县各一台 最顶规的一个富康巴士 今天很高兴 能够最终站 感恩之举最后一站圆梦了 那现在有了这一台富康巴士的加入 也加入了一个生力军 但是还是要透过今天的捐赠仪式 再跟各位报告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资源 不管是物力 就是车辆 还有人力驾驶等等 但是我想我们经过了 这几年的观察 我们明年针对无障碍交通 我们会跨出一大步 现在的超高龄社会以及障碍族群 在交通上面非常需要有工具 来帮助我们解决横向水平的移动需求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蔡董 来捐赠这台富康巴士 来增加我们基隆无障碍交通的运能 非常的感恩 借积极关怀弱势捐赠富康巴士 让声让朋友外出更方便 提供完善的生活环境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清 冷气设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药灌彻 星期三 医务日晒自栏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天培 星期五 周智 流星期五 chnowane 世界 集团 星期三 星期四 熟